今天不知怎麽錯檔走到這裏 這裏是Vidby的一個Pasar來的 前面有一間Pizza Lover 我很久以前搬進來的時候 在這裏吃過一次 這個Pasar很久很久了 有4、5年沒來過 今天剛好才走了過來 就是這間Pizza Lover 我打算來這間Fresh Co 賣兩塊雞蛋 在這個Pizza裡 駕車兜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有一間改衣服 現在做一些小生意 去做一些改衣服 咖啡店也不好 改衣服、乾衣 都餓你不死 又不會飽到你 要是等於打一份工 不過你要懂得改衣服 你不懂得改衣服 沒有苦 轉左進入Candlewood Road 然後轉右進入Highway2 他現在叫我的電腦 叫我回家 那條路線 我還未認識 我一小時途經過這裏 走來這個Pasar 走走 在這裏繞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一間 前面有一間 She'll see today 我懷疑這個老闆 我老婆認識的 因為他有個朋友 搬了過來 這裏開 轉左進入Candlewood Road 然後轉右進入Highway2 據聞都蠻好生意 我找到吃了 先休息一下 看看沒有車 就繼續走 這裏有間Pay It Against Sports 就是賣那些體育用品 很多人呢 體育用品 買些名牌 靚的 就是這樣 玩了一會兒 然後放棄了 就賣給這裏店 這間是She'll see today 原來壽司那些 壽司米和醋 全部都是吃肥人的 開始想著吃壽司 好像很健康 原來它的醋 轉左進入Candlewood Road 然後轉右進入Highway2 還有它那些 珍珠米 墊粉量又很高 吃肥人的 拍好車子 然後去Freshco買雞蛋 在這裏 這個Plaza 應該報道完畢了 多謝收看歡迎訂閱 這裏 只在給大家看看 這個Ware You Village 就是那些二手用品 有人捐些東西出去 那它就 賣的東西出去 夠錢出糧給那些伙計 以前是一間叫做 不知什麼鬼 唉我不記得 那時經常走這些二手店 我現在都很少走這些二手 轉左進入Candlewood Road 然後轉右進入Highway2 只是老婆喜歡的 我就一般 一般 這些就是由這間Freshco 因為Freshco這間公司 近幾年 超市開很多 很厲害 風頭無兩 那我看見這車 沿路前進 很慘 等了很久 被人頂死了 我閃閃閃的車頭燈 就是說我知道 養你七 那我就供到這裏 剛好去回Pizzanova 是幾年前光顧過 然後再沒有光顧 那現在去這個Freshco 好了 多謝收看歡迎訂閱 記得訂閱 或者給LIKE 或者又訂閱又給LIKE 或者兩樣都不給 只看片 多謝